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生气了 凌凌 别生气了啊 我能不生气吗 你说说你 跟着有家你不待着 你出来打地铺 你要干什么 你多大岁数了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你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吗 地上那么吵 你睡地上 万一生了个病 我怎么跟姐夫交代 你要出去干活 没人拦着你是吧 但是你要回家住嘛 我呢 你问 你看着我 我那是不是你家 我是不是你弟弟 你爹 干什么 我说得不对吗 你说得对不对 你不能好好说吗 你这是干吗呀 你看我干吗 看路 我呢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有话不能好好说呀 你要是心疼姐了 你就告诉她 说姐 我心疼你了 说句实话有那么难吗 大家不是一家人吗 什么都是 没事 就是给他惯的 你看我晚上回去怎么收拾他 晚安 作业都写完了 写完了 真正还差一点 要不要签字啊 要 行 一会儿妈妈给你签 嗯 你这想法好啊 我帮吧 这还是妈妈想出来的 那这样就相当于是一个稻草人 站在阳台上 可以吓唬坏人 是不是 妈妈也是这么说的 妈妈也这么说啊 那你看 这爸爸跟妈妈之间 是不是很默契啊 你们在说什么呢 妈妈 我想让爸爸送他两件衣服 那就这么定了啊 我现在就送衣服过去 不是 婉娟你放心啊 今天呢 不是这个探视时间 对吧 我呀 直接到地库把衣服给你 我转时就走 我转时就过来啊 嗯 爸爸再见 爸爸再见 妈妈 真真 你俩跟爸爸说 妈妈要买男士衣服了 嗯 对啊 这样子爸爸有很多衣服的 就不用花钱了 还是什么钱的 哦 说得对 真真 你作业写完了吗 就开始跟爸爸打电话 老是可要签字的 你还不着急 我先吃点水果 好吧 好吃吗 叔叔 赶紧起啊 拿两件你平时不穿的就行 就长期晒外面 怕晒坏了 晒坏了咱再买 对吧 咱就是给人看看 这家里边有一个有实力 靠得住的男人 这么着没人敢欺负你 谢谢啊 这 这家里是 最近出什么事的 怎么想起挂衣服来了 没有啊 以防万一 对对对 你一想的这周导啊 为与筹谋嘛 那没事 我就先走了 不是 你除了觉得缺衣服之外 你不觉得这家里边 还缺个人吗 缺一个给你搭把手的人 你能干的物业都能干 这话碰得这么说吧 我能干的物业 他都能干吗 那你说借衣服这事 你能跟物业界一工作服挂那儿吗 你拿不成我去买 不是 别 别 别 你买什么 我不说了 不走 你回来 跟你确认一下 下周末接孩子的时间 能不能提前一个小时 我最近挺忙 销售忘记 对吧 能理解 我忙的时候也这样 那这么着 我提前一个半小时 我七点半的 八点就行 行 八点容线 陈小姐 这么小啊 余医生 余医生 什么巧 我不打扰你们了 我去先生房 我对你啊 你缺的不只是这 靠谱的衣服 还缺一个像我这样 靠谱的男人 衣服在 约等于我在 你先上去吧 你走吧 你先上去 你先走 你这车挡人家了 怎么了 来 咱们爸爸的衣服 刮上好不好 好吧 好 爸爸说了 换他的衣服 就好像他在我们身边 保护着咱们 是啊 这样的话 以后我们就有安全感了 不睡觉吗 我饿了 冰箱里有大姐包的馄饨 我现在去煮 我饿了 饿了 蒙安饿了 我也给你煮了一碗 怎么样 够不够 要不再给你煮一碗 不不不 不够 不不 不了 不了 这大晚上都吃了这么一大碗 已经很醉过了 你现在是一个人吃两个人补 千万别减肥啊 等生完了咱再减 你放心 姐有祖传秘方 好 我信姐 我原本还想着你要是回去了 我就再找个理由 把你给拽回来 结果没成想 你根本就没走 你看 我知道你去学月嫂 是为了我 谢谢你啊 姐 你看你 左一个线 右一个线 咱不是一家人吗 再说 姐就是闲的 没事干 去学个月嫂 不光是为了你 姐还想发财呢 好 我不耽误你发财 对 先不收姐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你说 你还记得我跟李琳 要买这套房的时候 差了些钱 还是你给添的吗 那可不是我添的啊 那是爸留给你们结婚的钱 你别骗我了 我虽然没见过爸 我也是知道的 爸病了那么久 哪还有什么钱呀 那都是你借来的 那是那年 我跟李琳回家过节的时候 然后有人上门找姐夫要赵 我们就知道了 后来姐夫才说 你们也是还了好几年的 你看这个老欧阳 你看这个老欧阳 怎么跟个老太太似的 嚼舌头啊 什么话都往外说 我跟你说啊 爸走的时候 把诊所留给他了 那我弟弟买房子 姐拿点钱 那不是应该的吗 应该 你说得都对 后来我就跟李琳说 把钱还给你 李琳说你肯定不会要 我就说 那这房子也得算姐一块 一块 所以 这就是你的家 你可以理直气壮地住在这儿 下回要是再生气了 你就把它撵走 但是你不能再走了 你要再走的话 我可就翻脸了啊 知道不 那 那我就不管了啊 你快快快 快休息 休息 收拾好了 你也赶快睡觉啊 薛薛 我这么说行吧 谢谢 阿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琳 吃饭喽 大姑 我太爱吃煎饺了 是肉馅的 我得多吃点肉 不然我上颗脑子都转不动了 好好好 来 菇菜给你一个 多吃一点啊 脑子转不转的 跟肉没什么关系 就是爱吃 大姑啊 不是不会做荤菜 我就是觉得吧 晚上吃得太多不健康 知道吧 以后呢 咱们早上呢 就做得丰盛一点 对吧 你看人家老中医说了 早上是吃得要像皇帝一样 中午啊要吃得平民一些 晚上要吃得像乞丐 懂不了 那我们现在就都是娘娘啊 来来 妈 快来 你尝尝这个牛肉 我早点晚上新卤的 这么丰盛的早餐啊 看来姐啊 为了我们家的早餐啊 那是跟蓝湘姐学了不少啊 什么 我跟蓝湘学的 你有没有搞错呀 蓝湘那几招还是我教的呢 你开玩笑吧你 对呀 对呀 对 我都忘了 这个蓝湘姐以前做菜多醋操啊 是不是 对呀 我今天那个小丑啊 她们尖角都是你教她的嘛 对呀 那你怎么能说我跟她学的呢 我忘了嘛 大姑 我想吃酒量馒头你会做吗 会呀 你等着 明天早上姑就让你吃上 好 来 浩文 来 你尝一尝这个 是吗 行 行 行 我去 我去 照顾好欣欣就行了 不用管了 怎么了 有事 熊又发烧了 说可能要去医院 浩文怕她奶奶一个人弄不了 让我过去看看 她不是照顾欣欣她吗 我跟你一块 好 不行 你们俩都不能去 我 我刚才请假了 你本来不是要去什么孕妇课堂 我觉得不去也行吗 不是那么回事 你现在是个孕妇 熊熊发烧了 万一是流感把你传染了怎么办呀 那还是我去 不行 你也不能去 你跟孟安吃在一起睡在一起 你传染了不就等于给她传染了吗 还是我去吧 医院我也清车熟路啊 万一 我是说万一啊 要真的是流感 也没关系啊 我在欣欣那儿住两天 自我隔离一下不就行了吗 也行 那就辛苦您 好 那咱们就这样啊 吃完饭以后呢 你送孟安去那个上课 你坐和陆驾车去上学 我呢打个车 去带熊熊去看病 咱们兵分几路 各满各的 安排得太好了 对 要不像您这么安排的话 估计我们就乱套了 家里这些事啊 交给我 你就放心吧 来来来 快快快 放心 放心 快吃快吃 吃完了咱们赶快行动 来来来快 好好好 谢谢姐 肉 你多吃点牛肉 这是优质蛋白 知道吗 来宝贝你也吃一点 快 快吃啊 谢谢大姑 对 你好大姨 你咋来了呀 我来接孩子看病 谢谢 熊熊一会儿就出来 那个司机被堵在路上了 还得二十多分钟呢 家里车在吗 车倒是有啊 谁开啊 我开 熊熊别怕啊 到医院要听医生的话 很快就好了 是 李静啊 听说你以前是护士长是吧 对 我是护士长 大姨 他现在还烧吗 我刚才那个出来的时候 给他量了一下 三十八度六 那还挺高的 是啊 他肚子难受吗 就是上吐下泄的呀 那您给他吃什么了 奶奶给我买了冰激凌 还不是你啊 裤子喊着非要吃冰激凌 这孩子就是不听话 行了 我知道了 可能是胃肠感冒 没关系啊 到医院可能打个点滴就好了 那就好 李静 今天的事真的要感谢你啊 真的多亏你啊 大姨您看您说的 咱不是一家人吗 对吧 对对 大姨 我知道您来给儿子带孩子啊 责任重大 对 咱不能给人添麻烦对吧 太对了 现在这么大的孩子特别不好带 您得给他立规矩啊 不能由着他想干嘛就干嘛 对对对 听见呗 以后不能吃这么多冷眼 听见呗 听见 听话啊 这孩子可怜 兰湘啊 你就别给他炖什么猪蹄子汤了 清淡一点好吗 我马上给老欧阳打个电话 让他换个方子 保证没问题 行 他把方子发过来 我就微信发给你啊 好 就这样啊 怎么样 昨天晚上的酒都没好好睡 嗯 没事 让他多睡会儿 反正咱们俩又没事 多等会儿呗 对了 来 我正好跟你说一下 这个药啊 你看 这个药啊 是退烧的 不到三十八度五是不能吃的 好吧 如果烧到三十八度五吃一包 好的 这个是消化的 一天三次饭前吃 好吧 好的好的 咱们不光吃药打症 这个饮食上也得注意 一定吃得清淡点 现在是换季 肠胃感冒的孩子特别多 必须注意你 是的 是的 李静 今天真的感谢你啊 你要是不来啊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我这人哪 你一到医院我就发懵了 你说家里那个小王王也指望不上 真的谢谢你 这么点小事算什么呢 咱不是一家人吗 对吧 为你服务我高兴 千万不要跟我客气啊 谢谢 谢谢 我看 这小孩哭得特别厉害 肯定是肠胃不好 我去看看啊 姐 我知道 最近大伙也都没心情 好好好 等回头啊 咱们找日子再补一个 好的 姐 那您先忙 好好好 老婆 姐她没忙我就让她别来了 本来也是补过 你非挑个工作日 姐和姐夫多忙啊 谁有功夫过来啊 老婆 这真的怪我 我光想着挑日子的 这产假修的 我都把自己给修糊涂了 都是为了我呗 陪着我休产假 耽误你大事了 老婆 这怎么能这么说 那我哪干呢 这样等咱们家小习惯 摆天的时候 咱补一个大的 包一个大的酒店 五星级的 咱做一个大厂子 有仪式干 好不好 全又怎么样了 就是肠胃炎 发烧呢也快好了 怎么会肠胃炎呢 妈给她吃什么了 关键是姥姥姥姥姥姥姥 她就轮着住 也没人管她 搞不清楚到底怎么 你玩玩宅自己妈是吧 就是我妈给她吃错了呗 媳妇 我 我真的不是这意思 我 他们老是跟我说了 现在他们同学 好几个都得肠炎了 季节问题 行了 别吵了 我睡了 好 来来来 没活该好 我行 老婆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就愿意咱俩玩上世界 他们没有来称重我的下火 太好了 这是咱俩的时刻 你不是要给你的小情人办派对吗 老婆 小西瓜还有月嫂呢 最重要的还是我的宝贝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你要相信我的心意并不佳 老婆 你是我心里最最最最最最伟大的女性 来了 我想熊熊 没事 等熊病好了咱把它接来 咱们仨睡一起 来了 没事 来 来 谁呀 这么早醒来了 来 许梦昕之女 听力拆查复查结果出来了 昨晚还是不通过 那怎么办呀 等摆天的时候到大医院复诊吧 好吧 好吧 这是报告单吗 哪可 不错啊 散ve 多改善我 好意思啊 那有点 肺里有问题 那那个注定器 他宠死了 老婆 你也别着急 医生说现在 在检查过程中有多种可能 他说有可能孩子刚生下来 心想让他那个耳屎堵了耳道了 再说咱上次查了 是不是两耳朵都不通 现在还通了一个呢 这不好事呢 不合 你点儿都不合 老婆 别难过啊 来 老婆 你看这小蛋糕 多好啊 还花呢 吃甜的 心情好 来一口 张嘴 不行 来一口 来了啊 来了 爸 妈 您二位来了 你看他小子 小鱼 叔叔 阿姨 我先带宝宝去洗个澡 好好好 要人想了 想了 轻点啊 浩文 你 你不跟着去看着孩子啊 不是 你带我去那个洗澡的地方 我得去看着孩子 这孩子耳朵里 他不能进水 没事 妈妈 您在这儿陪着 熙熙再聊聊天 爸一个月都没见心了 我去 你去啊 我去我去 放心 那你看着点啊 好嘞 我去 爸 你站住 来 坐 对不起 不坏啊 别怪我 把你剃成这个样子 挺好 好 欣欣 欣欣 不够了 挺好 你看 你发怎么样 恢复还挺好的吧 辛苦你了妈 你想不想吃妈包的馄饨 妈晚上给你送的 不要了 这儿什么都有 不需要麻了 吃医院的 饭的不腻嘛 照顾我爸就好 什么都不腻 没事 家里有蓝香呢 她年轻能干 又是你姐夫的实在亲戚 你妈我现在可想轻浮了 真的吗 我听说我爸现在做康复 挺麻烦的 我不麻烦 你看你爸每天在家锻炼身体 社区医院的医生上门康复 我就在边上监工 那个做饭呢打扫啊都是蓝香干 嗯 我跟你说啊 等你从月子中心出去的时候 那你爸可能都能帮你推着婴儿车 满街留我了 你留我 你留会儿 留会儿 我 乖乖乖 我恨哥哥 我跟你说呀 我每天啊 没事我就陪着你爸 走一走 走一走 人家大夫都说了 就得多走 没坏处 你爸原来老在那个老年中心 坐那排下棋也不动坏 血管可不是容易堵啊 我今后啊就监督好它 嗯 锻炼身体 不许吃红烧肉 嗯 不许喝酒 嗯 是啊 我好多 我好 这是什么呀 不不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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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镯子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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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时候带过 嗯 嗯 我小时候带过 嗯 带过吗 嗯 你刚出生的时候带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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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真真真真太胆了 小的时候带过 哎 我跟你说啊 你刚出生那会儿啊 跟你这个小西瓜可像了 也是早产 不过你那时候是冬天生的 天冷 出生的时候呛了口羊水 哎呦 嗯 这老咳嗽老发烧还 那那么点小孩儿没法吃太多的药啊 那你爸呢 他不是北方人嘛 他们那边就讲究说这个 桌子上缠根红绳 然后套在那个脚上 这孩子啊就不容易生病 哎 别说啊 还挺神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过了百天啊 反正你戴上这个之后啊 不咳了 也不伤了 是吧 老许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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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哪儿呢 我跟你说啊 不 待会儿啊 你给小西瓜也戴上了 没准下一次 你小西瓜耳朵就能疼了 嗯 啊 嗯 嗯 谢谢 不可以 嗯 这样啊 就没定没咋的 消除百病 谢谢啊 咋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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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危产妇 我没什么感觉 怎么就高危了呢 到了年龄就是高危 你这保胎都保两回了 还不高危 注意点吧 年纪不饶人 我身体还行 我是自然怀孕的 对对对 你是孕妇 你说得都对 你看看你这个血脂 血压 年龄大了 代谢变慢了 一定要控制饮食 去上孕妇课堂吧 今天是膳食营养 好好学习 可以不去吗 不行 不上孕妇培训 不给健党 去学习吧 你后来去 拿着 那么孕妻的营养呢 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 膳食宝塔来 比较好 那么孕妻呢 我们看使用油 一般的一天就是25克油 6克盐 那么25克油是多少呢 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的模型啊 这个油就是25克 我们运气呢 就是每天25克 要控油控盐啊 那么油的热量 是相当高的 这是我们一天的油量 那么一天的盐呢 是6克盐 大家知道6克盐 是多少吗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我们新来的 内容中心的副总监 黄思思 大家好 很高兴来到薰苗 很期待与大家共事 多关照 不安的 不会又请假安胎去了吧 怎么会呢 许总监马上就到 玉琼啊 你待着思思地 熟一下工作环境啊 好 你好 我是林美川 早就听说过您 互联网十大杰出女性 非常非常优秀 我要向您学习 林副总监 对对对 您好 您好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就是跟我们许总监参加的 是同一个活动是吧 对 对呀 互联网十大杰出女性 跟许总监一样 过奖 过奖 喂 我在商场呢 你们的监督员怎么不在呢 那我怎么保障数据的准确性呢 让他们赶紧回来吧 您是假装公司的人吗 对啊 就是群里说的那个严格女魔头 没错 正是我 我要的是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的数据 可是你们离港了这么长时间 我们就出去了一小会儿 再说了 今天是工作日 商业区就人少 这种五英产品针对的人群是全职宝吗 它不存在于什么工作日还是休息日 你们离港了一个多小时 怎么样才能给我最真实的一手数据 不就是数人头吗 说这么高大尚干吗 你们也是学金融 学经济的学生吧 应该知道这个数据的重要性 只有最真实的数据 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 这一点你们都不懂吗 这么说吧 姐 我毕业之后 我干什么都不知道 但就是不会干你这种 数人头的破工作 我不干了 干吗 撒开 让他走 那我搭档都走了 姐 那咱们今天还继续吗 当然继续啊 我陪你 好 你坐 杜勒姐 您都是甲方的人了 为什么还要出来数人头啊 现在很多公司呢 喜欢把这一些 交给外包公司来做 其实我刚出道的时候呢 也会亲自到商场来数人头 确认一遍的 那这不跟大学毕业去拧螺丝 有什么区别啊 但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你不会一直拧螺丝啊 如果没有能力的话 那恐怕连螺丝都拧不好了 您说得对 侯副总监 你以前是蓝海的总监 到这儿来当副总监 真是委屈你了 不委屈 我跟张总在业务方向上 很谈得来 而且我欣赏欣苗的理念 在这个岗位上 我想能发得会更大的价值 有方向的事我就不太懂了 那天我看到你们 颁奖的直播视频了 美川你在吧 我在 有现场人山人海的 你和余总 保得那么紧 久久都不能分开 你是想向大家证明 你们俩没有关系是吧 你说呢 二位 晓晓见面礼 这我可不能要 这有行贿的嫌疑 你们忙 谢谢 我特别喜欢这个牌子 自己选个颜色 听说了张总爱喝绿茶 龙锦 尝尝 谢谢啊 真心先喝 好茶呀 你跟那个蓝海的余总 现在是什么情况 前任老板 现在没有任何关系了 当然了 他永远是那个 带我出道的恩师 这点不会变 我们呢 对你侧面的了解了一下 这个风评啊 也不都是好的 所以我现在是 顶着压力在用你 你是个空降兵 要有危机感才是 都明白 特别感谢张总的上师 我会把我所有的资源 跟价值都带进新苗 来化解张总的压力 至于那些风评 我不在乎 我认为那是有影响力的体现 那你说说 你能给新苗带来什么 给新苗的见面礼 什么情况啊 你怎么才回来呀 白医生留在那儿上什么孕妇课堂 不在那盖个章人家不给见党 这样盖了吗 盖了 我也盖了 这么快吗 人是有备而来的 那人呢 你办公室 等着拜见你呢 anciomaticlestead 重演响 请内奔 折瓣 Again oversun 赌� 许总监 黄总监 欢迎啊 我一直在等你 正常 走 你这个办公室 采访真好 张总把最好位置的房间留给你 一看你就是新苗最优秀的人才 过假了 只不过是因为这些年 一直跟着张总特别关照罢了 所以啊 我赶紧来报道 有机会跟着你学习 是我的荣幸 不敢 恭喜 给宝宝的 这你都知道了 谁跟你说的呀 刚才入职的时候 大家都在聊啊 也是难为你了 要提前准备礼物 我不打扰你了 老爷结合 会的 哈儿啊 你妈不容易 得孝顺她 这是我们春江市母婴店客流量的调查 以及门店流水的评估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母婴产业肯定是值得投的一些品类 但是呢 在细分赛道上 它还是需要有明确的用户画像和产品定位 你别看都是小孩子 差一岁就非常不一样 是的 我觉得低幼这一块呢 应该需要更清晰的定位 多亏有温迪姐 不然我们连孩子都没有的人 很难做出判断的 那就赶紧结婚啊 那这个项目就交给温迪负责吧 嗯 温迪为了拿到最准确的数据 最近一直在外面跑 很辛苦啊 不辛苦 这母婴店旁边就是奶茶店 我天天喝奶茶都喝胖了 该发表 老板报效 温迪啊 嗯 这段时间的工作还适应吗 每天跟打仗一样 但是很充实 好像回到了刚毕业的那时候 这么多年我就这么过来的 以后啊 你每天只会更充实 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谢谢 所以啊 你每天这么高效率 这么勤奋的工作 才会有今天的成就 不行 我得把之前的 耽误的时间给抢回来 你不仅会把耽误的时间 抢回来 你还会成为那个 跑得最远最长久的那个人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啊 问题 当年我们一起入行 就好像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发令枪 哼的一声响 大家一起开始一场长跑比赛 但是金融行业啊 要保持一个高强度 实在太累了 二十多岁身体还吃得消 三十五岁呢 就是个坎儿 很多人呢 扛不住 热情消磨掉了 就离开了 就转行了 就转换了 就转换了 就转换了